- 大家是不是非常期待的就是SUV到底有沒有新獲到 其實大家討論非常久的福特的KUGA也會在下半年的時候跟大家見面 我們要問一下芝希 如果說KUGA全新大改款上市之後 是不是可以直接威脅到CRV甚至於是Ruffle的地位 其實這兩台車應該這樣講 Ruffle在上市之前我們也是覺得CRV剛出來之後 這一年2018-2019賣的這麼好 你說要真的有落差怎麼會到現在這樣的一個田地 我覺得這些目前都不是說的很準 但是我們可以值得看了幾個方面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福特的KUGA 這個時程離我們比較近一點點 原定我所得知的這個消息應該是在6月的第一週或第二週 就已經要發表了 因為其實在去年 關於記不記得在車展以前 其實KUGA的偽裝車就已經在台灣路上趴趴走 開始有捕捉到 而且很特別的是KUGA雖然是一個全球戰略的車型 但是它因應不同的地區 它有非常多的版本 例如中國大陸有中國大陸的Titanium的版本 有歐規的Titanium 那還有ST-Line 還有純美規的設計叫SK 所以它的風格其實不太一樣 但是在台灣就有三種的車型已經露出來了 一個是ST-Line 一個是兩個歐規跟大陸版本的Titanium 所以其實這樣的產品編程就會讓大家覺得 不只是動力配備有優化 是不是在等級上又做了很多很多的區隔 因為我們知道Focus的做法 其實就是一波一波一直來一直來一直來 坦白說這個對於原廠的作業來說 是非常大的一個負擔 KUGA會不會重來一次 目前我們不知道 但是因應疫情 我跟原廠的人聊天 我一直很想打探出到底什麼時候上市 他跟我說 他現在告訴我其實也沒有用 因為下一個禮拜可能他們又要再調時間了 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不斷在調整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不出6月了 大概6月份大家就可以見到它的真面目 其實外觀的造型大家很熟 我覺得比較大的重點在於動力 那1.5升的渦輪、三缸 基本上Focus現在的一些系統會用上去 那當然高規的2.0升 甚至是柴油 有沒有可能保留 我覺得還是有機會的 那在內裝的配備新的旋鈕排檔桿 Sync 3的系統 抬頭顯示器 那比較大的差別是 海外的版本 很多地區都有多了全數位的儀表 那我覺得這個可以期待一下 我覺得有機會 但是整體的空間我相信是 這一次的改款 這一代車型會比較有感的地方 因為坦白說其實上一代一直到現在 我們現在錄影的當下都賣的還可以 每個月都還有一個幾百台的數字 所以承接起來我相信 KUGA的量一定是會有 只是看能夠充得多高 還有它的配備到底有多滿 對 看給出來的一些等級編程怎麼操作 那在CRV的部分呢 如果你在HRV小改款的時候失望了 我很怕你又要再失望一次 CRV國產修了一哥欸 對因為 基本上我覺得我目前掌握到的資訊 還蠻清楚的 外觀的造型上面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長這樣 那當然沒有黃色的閃光片 因為我們台灣的CRV就是走 玫瑰的造型 下方有一個很長的鍍鉻的飾條貫穿 頭燈、水後照 輪圈小小小小的一個修正 但是遠遠看去 應該不是很好辨認新舊款 就是改動的幅度並不是特別的大 好啦 內裝的部分 我們先講軟體 像什麼Honda Sensing 或是一些它的車機的介面 基本上大致都一樣 但是中控台的下面 造型會做一點改變 為什麼 因為它多了一個QI的無線充電面板 可能是在高貴的車型上 那其他像是1.5升的小排量動力 空間 基本上 我覺得在18年上市的時候就表現得很好了 市場接受度也高 其實它產品競爭已經夠了 對 唯一區別就是 大家說Hybrid的車型 如果它真的進來的話 我覺得小改款就很有誠意 如果進來價格又壓得好 可能會有 但是目前得知是 其實真的不大 大家比較有爭議的點是 Honda Sensing有一個去年發表的東西 叫做TJA的系統 就是我們知道為什麼一直說CRV沒有到Level 2 因為它的跟車 車道的維持要70公里以上 並不是全速域的 那個系統就是叫做 擁塞的輔助 包含你低速的跟車 走走停停 車道的維持 都會南瓜在裡面 會不會放到新的CRV 新的Honda Sensing的版本上面 這個就 不知道 就值得大家去等待 也有的人可能會為了這樣主動安全的升級 來期待小改款 我覺得也是不錯的 其實在修旅車 中型的修旅車這個機率當中 Nissan的X-TRAIL 也是大家非常關注的 也有很多喜歡Nissan的X-TRAIL 可是其實它的產品已經銷售了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大改款的消息一直不斷的在出來 可是目前原廠的口風非常的緊 但有一些大改款的蛛絲馬跡 我們也可以先來看看 沒有錯 大改款的Nissan X-TRAIL 其實國外那邊基本上都已經流出相關的一個宣傳的照片 其實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現在新世代的X-TRAIL的外觀 我們現在看到外觀 車頭車尾是不是跟以前不太一樣 車頭最大的差別就是它頭燈改成分離式頭燈 水安護照的V-Motion又放大了 看起來更加霸氣一點點 然後還有懸浮式的車頂都是它的設計 然後再來車尾的時候 雖然說我們車尾看到好像不是所謂X-TRAIL的車名 不過沒關係 這是因為國外市場的命名 就有點像是福特的KUGA跟ESCAP一樣的道理 就是不同市場它的命名不一樣 但是它外型其實長的就是差不多 全LED的頭尾燈組都會出現在新世代的X-TRAIL上面 再來還有一些內裝的亮點也值得讓大家看一下 比如說大家的X-TRAIL之後 內裝方面可能當然是新世代的一個鋪陳 你可以看到狀控台上面是用 漸層式立體的雙色皮革 軟質皮革來設計的 然後又有所謂的我們現在非常 懸浮式的 對懸浮式的所謂的觸控的介面 然後剛剛志祺有提到之後的 現在非常方便的QI的無線充電 這邊也都會有 全數位儀表好像也會出現在新世代的X-TRAIL上面 內裝你看皮革它那個 零格紋的座椅 前後都是零格紋的座椅 看起來雖然說車型的一個空間配置 好像也有稍微升級一下 我覺得整個質感都大幅提升 但是我覺得大家還可以更期待 新世代的X-TRAIL是什麼 就是它的動力 之後的動力很可能就會有2.0的TURBO的引擎 對 再來呢 因為之後假如說是X-TRAIL 其實是國產的車型 那之後就是我們 國外一些消息其實已經知道說 Nissan那邊他們有所謂的一些 新世代的油電複合系統 包含了更省油更節能的存電系統 也準備有可能要導入 就像就是我們之前看到的E-POWER 你上的E-POWER來講 它有點像Hybrid 又有點像存電 但是它其實都不等於這兩個 它比較特別的是什麼 它有點像是真程式的動力系統 對 真程式的電動動力系統 它就是引擎 它有一顆小白氣氧引擎 但是只是負責幫電動馬達 裏電池進行發電 不管你在什麼時候開 其實你都是用電動馬達在驅動 當然這個動力如果進來的話 下放到之後的 不管是其他的Nissan之後的車型 我覺得這進來就真的很恐怖了 就是它這個動力 已經不像說我們小白氣氧渦輪 省油 節能這麼簡單 它已經走到了電動車的範疇裡面 所以我覺得如果假設Nissan這邊 國內的玉龍這邊已經跟日本談好說 E-POWER這套系統真的要進來的話 真的 X-REL有可能再度大賣 看完了這個中型集聚的在台灣的 汽車市場裡面的主流SUV之後 我想大家非常關注這幾款 屬於明星型的商品 很期待的在下半年都會跟大家見面之外 X-REL真的也希望它能夠趕快改款 還有除了中型SUV 當然 CUV在近幾年來 台灣市場也賣得非常的好 首先在這個 CUV市場 2020年下半年 大家唯一關注的一個重點 就是Toyota這一台小修旅 CUV 之前不是有媒體 真的閃丁截鐵的說 沒錯它就是Yaris的Cross 後來被原廠打臉了 不是不是喔 但是到底正確的消息是什麼呢 昆仁哥 就我們掌握的一個最新的消息是 它因為會用 其實會用卡羅拉奧提斯 這樣的一個底盤延伸出來的 那它定位會定位是在Ruffle跟卡羅拉奧提斯之間 所以從這邊我們可以看出來 其實它的車格 其實不會像比如說像Kids 或是像我們剛才會等一下會介紹那個Venu 它都會比較稍微的大一點 它應該要比CHR還要再大一點 對還要再大一點 然後比Ruffle再小 對對對 那其實這款車其實 其實原廠保密到家 其實你看我們都沒有什麼 你說外觀長的地方我們都還不知道 但是唯一可以確認是 它會像Ruffle這樣的一個 比較有肌肉型的線條 比較有肌肉型的線條 然後比較方正一點 所以我相信它的空間應該會蠻不錯的 然後也可以確定的是它動力會採用 跟Altis一樣有一個是1.8聲的 然後跟1.8聲的hybrid 所以他們會說會 Toyota這個小修旅出現 會又外重新再改造 打造一個火產的例子 就是百萬以內的油電修旅 它會創造一個百萬以內的油電修旅 台灣以內的油電修旅 好吸引人 Toyota真的是讓人家都沒有後路 找怎麼回事 對啊 所以我覺得你看像 我覺得像Nissan KISS 應該也現在都是嚴正以待 真的 對對對 那我們來看這一部 第二部的現代的Venu Venu Venu其實也確定就是9月會上市了 而且是國產 而且我們先看Venu這個車格 它這個大概4米而已 4米而已 然後長寬高 其實長寬跟軸距都比KISS都還小 都還小 它只是車高 車高稍微高一點 比現行他們所謂的 同級的他們自己的Kona 稍微高一點 所以你說它的空間 是跟Kona差不多嗎 對 差不多 只是一個是國產進口的 對 只是它的車高比Kona稍微高一點 稍微方正一點 所以它的空間上 我覺得我們說在這一群 這種所謂的小修律 它很難占得到優勢 但是還是有一定合理的空間 但是我覺得你看它造型 我覺得以現在現代的 最近這幾年的造型 真的非常大膽 非常激進 你看它的水漿護照 然後它的頭尾 頭燈的上下的分隔 我覺得造型上 我覺得現在是現在 蠻大的特色 然後它的動力 也是會踩大概1.6的 1.6真的自然進氣 大概是這個小修律的一個主流 你看Kiss它也是用1.5升的 對 所以大概這樣的 這類的小修律 大概是它的動力 大概就是1.5 1.6的一個自然進氣 動力不是它的主流 但最主要是它的 智慧補助駕駛安全系統 應該也都會上 只是你說會不會有ACC 這不見得 你看Kiss它目前還沒有ACC 但因為它會衡量是在價格 跟它的整個售價上的一個競爭力 所以ACC會不會再配上 或是說小改的Kiss會不會上 那都值得觀察